高興的站起來 正必揮舞 台北市長蔣萬安有夠嗨 HBL女子組雙北爭霸 兩位市長來觀賽 想搶總冠軍 雙方必得分明 不過大家也很關心 新北市長侯友宜 2024要不要親自上場比賽 因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已經拋球 讓他接 作為國民黨的總教練 我的最重要就是 讓國民黨走對的路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做球給國民黨所有的人 尤其是做球給我們主要的候選人 主席非常的辛苦 很努力 扮演好總教練的角色 大家感心 感恩 在國家 為人民 努力打拼 希望我們國家會更好 就算朱立倫民講要在場邊 調度指揮 蕭楚藍營重演2020黨內亂鬥 有私心的疑慮 還是沒等到黨內公認的最佳球員 侯友宜松口 願意披掛上陣 我現在是新北市長 主席一路走來 這幾年辛苦了 還是要黨中央或是黨主席這邊 規則趕快訂出來 規則出來 有機會 有意願的他才會浮出檯面 侯家軍說不及等比賽規則定好再說 只是藍營不但要搞定自己人 還得考量非綠陣營合作 喊出立委選舉藍白結盟 但民眾黨上次區域立委全屬掛蛋 朱立倫的考量 黨內有人說形同理障 總是在部分的一些地區的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總教練朱立倫如何運籌帷幄 尚未明朗前 就算球打出去 侯友宜也是不敢接 TVBS新聞話少評一批 台北報導